在这儿有NinePatch图片的这样一个介绍 大家下来其实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他也给了一些例子 为了制作NinePatch图片 我们官方提供了一些工具 待会我问一个问题 做NinePatch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画一个NinePatch图 启动一下 这个工具打开一个 原始图片 我们在桌面随便找一个 就我们这个Button偏近 加最大画 这个图稍微有点大了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左边就是我们来设置画图的一个区域 右边是一个预览区域 右边是预览区域 这下面是一些控制区域 比方说这个是控制它这个缩放大小 比方我们把它缩放小一点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缩放小一点 这个图太大了 这个是达普丁的这个大小 就是达我们Patch 这边的一个大小的缩放 那这个什么叫show lock呢 事实上我们来看 我们是怎么画点的 是在这个地方描标 是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一个黑点 要细心一点 是不是有几个黑点 那么他这里也说了 如果你要插掉 插掉这些点 像素的点 要按着shave的 或者用右减 或者用右减按着再点 把它插掉 放大一点 太麻烦了 看到这个黑点了吧 你也可以按着去拖动啊 而你在中间区域点是没用的 因为我们刚刚那张图 大家还记得吧 要求大家只去描边 看到没有 只去描边啊 那么这个键就是show lock 就是要不要显示中间锁定区域 那你要觉得烦 我一般都是烦 你看我把点掉 每次弄的都一片红 很烦的啊 这个叫什么呢 show content 就是显示我们右边 正文内容应该显示的这些地方 你看蓝色就表示 我们现在如果写字 他会把这个所有的那些区域 都会当成一个content 这所有的区域都会当做填字的地方 好 我们把它点掉 show patch 是用来看我们现在这个补丁延伸的部分 延伸的部分 好 我们先来画 我说了上边和左边 还是把缩小点 哎呀 这个图标确实悬大了 上边和左边是用来画它的这个延伸区域的 就像这个 这幅图所描述的这样 是用来画它这个一个延伸区域的 就哪些区域在放大了之后 它要 它要去 扩展 那好 我就这样子画一下 放大点画 太小了 还不好画点 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 你一 你可以把它去给它描清楚 你可以这样子全部描出来 你也可以怎么样做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两个点就行了 把它擦了 我在这个地方取个点 这取个点 我在右边再取个点 再取个点 好 我们看一下修patch 看到没有 这两条线就出来了 同理 我在这边再取两点 哎呀 真麻烦 哎呀 哎呀 图大了就麻烦 你用这个画图画它更小一点 好 我在这再取个点 好 这个是修patch 到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到时候延伸的时候 就会是这些区域 这些区域去延伸 明白了吧 你看吧 我通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扩展 是不是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 对吧 我顺便在这里问一下 为什么它的名字要叫nipatch 对 九宫吗 九宫阁 把它 按照这种方式 是不是给它分成了九块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去延伸的是这些内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我们现在content是不是还是全部的 所以 我们现在还要定一下它的 正文的这一块 正文的这一块 比方说 我就用什么呢 我就直接给它画成面 当然也可以用掉 我也可以画成面 我都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然后再还有就是下边 看到没有 我就画出来的面 意思就是到这文字 就显示这一块 这块蓝色这一块 只在这一块 同理 我在这边给它画一个面 我画一个线 再放大点 不好画 OK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 比方按正常情况下 它放到这个样子 它的内容是不是在这一块 那么 在这一块的话 到时候 它会拉伸 而拉伸的时候呢 又去 按照这些部分去 是保持它的不动的 这些部分 这几个部分是保持不动的 给它拉伸 好 我们大致预览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下面我们要保存了 Save JuPage Button 我后来是不是起名字叫了 Button Image 保存在桌面 我们看一下 在这 是不是多了一个扩展名 叫.9.PNG 这是它默认的 我们给它烤进来 那这些我就不要了 删掉它 这个HV把删掉 给它烤到这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像已经出来了 自动就那个 因为我的字太小 它会考虑自动的去 去换 但是我们 因为撑不下了 因为 比方我这个Button 我给它设成 宽度 撑满 我说它这个效果是跟那个图片有关吗 有啊 你这个Button的 这个要看你Button的大小啊 你Button大小 自耳多了 它会自动换行 就是它默认的 我来那个它是一直横着的 那是因为 刚才的那个 它的那个Button 没有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块是把它控制在这个区域了 刚才那个区域它还没完呢 还没到一行满的时候啊 我那一行放好了 直接拿回来就能用了 是啊 因为刚才 刚才我们的那一行很长呢 好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它放好了直接拿回来用 你不用设置 它直接就是控制它显示在那里边了 是啊 因为它这个图片已经不一样了 它会自动拉伸 实际上它这个拉伸的控制 实际上它这个拉伸的控制 其实还是由我们窗底试图显示的时候 还是有个控制 但是自动完成 明白了吧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控制机制 好 我们这个不直观 我们来看一下 sit content 2.layout 看一下效果 9.p的这些是谷歌它这里定义的用的 是还是 是本来就有啊 我以前没有用过 我是在这里都看到的 但是它这个概念 它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就有了的 这个概念早就有了 包括做网页啊 或者做其他的一些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可以关掉 大家看现在效果是不是就很好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我说了 我们按钮太大了 不然的话小一点 你会看到一个小按钮被撑长了那种效果 这个这个按钮太肥了啊 它几乎都已经快全屏了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撑撑长的这个过程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OK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常常会用到的 我在想 我在想 嗯 什么小点的按钮就好了 大家下来比方就这个 大家下来把自己把它这个按钮把字干掉 你自己弄一个试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的按钮就会很漂亮了 它会这种的成态 所以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凡是我们的按钮 都要以后都要考虑用什么 都要考虑到它拉长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在字不够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要用到nipatch这样的一个图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一步的时候 我们看一些系统工具 包括我们API demo里头 我们看一下API demo 都会有不少的nipatch 这也有一个nipatch 看见没有 这也有一个 就这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当你要愿意的话 你还可以给它定义高中低分的nipatch不同 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关于我们nipatch的图片的一个使用 它的原理的话 大家可以下来去研究一下 实际上只有这个图片是不够的 还需要我们Android的试图框架的一个支持 怎么样去把它进行一个拉伸 但对我们而言 我们要做的干嘛 就是使用它 就是使用它 这也说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我们的一个工具 不要忘了我们的一个工具 叫什么 桌nipatch 这样的一个工具 就是Windows下面是个BATS 这样的一批数里有件 那么这个工具里面到底用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就是了 看有一个做nipatch的架包 所以这个 这个你猜一下 它的原码估计又在Google code上面 自己去搜一下研究一下就好 它的实现 好 这就是我们nipatch的这一块 那么 我们昨天说了我们的 整个这个图形显示 包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那么实际上我们图形显示 还忽略了一块 就是3D图形显示 对不对 而且我们知道 3D图形显示引擎都不一样 有多多分接要离野 那么在这里 因为这不是我们应用程序 开发的一个范畴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事实上OpenGL要讲的话 还有要讲很多的内容 刚刚OpenGL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 我对OpenGL做过一个专题介绍 做过一个专题介绍 有机会我把那个PPT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需要 我可以提供给大家 关于这个OpenGL怎么样去做三维的 这样一些场景啊什么的 这个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那么那么那一块的话 而且还会涉及到很多数学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即便做游戏 我们现在都不直接用它了 因为现在做游戏都用引擎了 像什么Unity啊 这些Unity 3D啊 这些3D的这些游戏引擎 所以实际上 一般我们用它会很少 但是呢 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做一个3D界面的这样一个音乐播放器 哦那个有点酷 3D界面的 大家也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以做一些局部3D的东西 那至此 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 关于空间这一块 UI这一块的基础功能内容 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那么关于事件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的去讲解 用到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事件 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再讲解 那么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真正的几个空间的使用 就是这样一些空间的使用过程中 这个过程中 我不会给大家把所有的那个方法都去过一遍 不会给大家都过一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重点是掌握使用 基于我们现在打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功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好这些空间 大家一定要 本着那个2加1原则 一定要记住 我们用什么空间都是都看一下 它怎么呈现的 它事件怎么去用呢 所以 而且在这些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有些空间 它会多出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件 比较特殊的一些事件 比方说什么 on select的呀 什么on什么什么chain的呀 这些东西是怎么衍生过来的 大家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而且我们也会花点时间 在后面我们也会花点时间 跟大家深入的去探讨一下 我们的最基本的三个空间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实现的 实际上大家以后对这些空间 你们也可以去看它的原码 看看它怎么实现的 当然我不会全部给大家讲解 好 那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比较感性的 比较直观的一些课程了 就是开始来玩这些空间的使用了 这些空间大家都学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现在心里就有底了 以前总是这个界面这块没底 只会做一些练手的 所以下面的内容也都很重要 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 OK 那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就这样子 今天也讲了不少什么 Canvas Zoiball 还有我们的Nightpatch 大家下来一定要去练 这些都要练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顺便说一下 从这周开始 我也跟很多学员商量了一下 就是我想把 因为后面的课程难度越来越大 要备课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把我们上课时间调整为 一周四次 就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 那么每次增加半个小时 每次增加半个小时 所以从这周开始 那么如果咱们的同学 不管是远程学员 还是我们的 当然面授学员就不说了 远程学员 视频学员 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学员 比方说我们的浪西 我们的北风的学员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 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QQ跟我联系 还记得我的QQ号吧 183683266 把你的意见反馈给我 好 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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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